我刚要出去吃饭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本来想骑着小店驴出去吃饭 先便在星光夜市拍点照片 没想到突然下雨了 我赶紧把户外小雨的收好 放在桌子上防止被雨淋湿 迅速回到房车里 把后置床的窗户都关好 防止车内潮湿 我爬上额头床 把额头床上面的窗户也关好 关好房车的双气流排风扇 把洗手间里的排风扇也关好 房车里有点闷 打开车里的家用空调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也不能骑小店驴出去吃饭 打开电气炉的开关 我在房车里煮了一个荞麦面 把荞麦面放进锅里 舍开了煮两分钟就煮好了 再配上点葱油酱料 味道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吃这个低卡地热量 不会长胖 我吃饱了 决定去卫生间里洗个澡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似乎不会停 所以我就不出去了 待在房车里看了个恐怖片 不知道为什么 王子也很开心 在这样的雨天里 待在房车里很狭义